伍德利大战着黄晓明 三拳下去把黄晓明打到吐血 伍德利在这支影片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泰伦伍德利绰号天选之子 中国全迷人送外号面粉 伍德利大学时代主修农业经济学 他大概不会想到多年后 在中国的绰号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有关系 伍德利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福克森市 在一个混乱的社区长大 伍德利的父母生了13个孩子 他排行第十 十岁时父亲离世 一大家子人需要母亲打三份工来养活 他所在的社区经常会有穷殴的事件发生 高中时期伍德利开始寻求改变 而体育是穷人家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之一 橄榄球和摔跤是伍德利最擅长的两个项目 他更是以48连胜的摔跤成绩拿到了州冠军 进入到了密苏里州大学 还两次获得过全美最佳阵容 伍德利一共有四个孩子 老大是在大三的时候生下来的 这给伍德利极大的压力 他四处兼职 而做了学校的助理教练 2005年大学毕业后 伍德利开始学习泰拳和柔术 准备进军MMA 经过四年的准备 首场比赛 伍德利首回合TKO对手获胜 又赢了一场后 伍德利顺利签约Strike Force 在联盟拿到八连胜后 准备冲击次中量级冠军金腰带 十连胜的伍德利 面对32胜10负的UFC气将 内特·马夸特 在第四回合被对方KO 遗憾没能拿到金腰带 半年后 UFC收购Strike Force 伍德利进入UFC 七场比赛 五胜两负 在分歧判定战胜凯文加斯特罗姆一年后 等到了和罗比劳勒的冠军战 第一回合两分多钟KO劳勒 拿到了UFC四中量级冠军金腰带 获胜后的伍德利在走廊里遇到大拿 非常感谢大拿给他挑战冠军的机会 成为冠军后的伍德利 首场未免战 接受神奇小子汤姆森的挑战 这场比赛应该是神奇小子 战斗力最强一意了 比赛结束后 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先是判定伍德利获胜 后来又重新判罚 伍德利一脸懵逼 以为腰带要被夺走了 结果裁判判定多数平局 伍德利还是保住了金腰带 与神奇小子的二番战 比赛过程明显低于观众的预期 但伍德利还是多数判定赢得比赛 与德米安玛雅的比赛 伍德利表现得极其猥琐 场面枯燥至极 创造了UFC冠军争夺战 最少的60次出拳记录 伍德利几乎是被观众驯出场的 赛后白丹拿严厉批评了伍德利 对于白丹拿和观众的批评 伍德利说自己右肩 第一回合就受伤了 还吹嘘说防住了玛雅24次爆摔 在其他场合伍德利总是一副受害者模样 说其他人对他有种族偏见 几乎每次采访他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2018年9月9日 伍德利第四次未冕战 迎战大猩猩达伦提尔 伍德利一改往日猥琐打法 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在第二回合降伍提尔 又一次成功未免 白丹拿为伍德利扳发腰带 不过脸色有点难看 估计真不想把腰带带到伍德利身上 2019年3月3日 乌斯曼挑战伍德利成功 五回合一致判定获胜 开启了尼日利亚噩梦的统治生涯 而伍德利此后又遭遇三连败 输给了杰尔伯特·伯恩斯 科尔比·卡文顿 还有文森德·卢奎 以39岁高龄从MMA行业退役 之后又与吉克·保罗 进行了两次拳击比赛 第一次判定输掉比赛 第二次直接被KO 东方不亮西方亮 在文艺领域 伍德利不仅发布了自己的饶舌单曲 而拥有固定主持的节目 经常出现在许多电影当中 伍德利虽然已远离八角龙 却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说不定以后你会看到 伍德利主演的影片 也不奇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